大家好,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首先介绍我们老家安徽晚南地区的中国历史名茶 也是中国十大名茶 黄山茅芬 每年的清明古语时节 适合黄山茅芬的黄金时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前茶 黄山茅芬是生长在高山的嫩芽 平均海拔800米 年平均气温20度 年降雨量2000毫升 年日照时间大于2000小时 这样的环境气候条件形成了黄山茅芬的独特高品质 好口感 无论是自己品茶还是馈赠亲朋好友 都是上家的选择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下方的说明栏里面的微信 那么和成月频道的同事交流购买事宜 也感谢好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为大家奋献优质的节目 言归正传 美国习惯性的长臂管辖 从经济贸易到军事科技 对全球化协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我们看到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也开始重金游说美国政界 并招聘地缘政治方向的研究人员 更谎论中国众多的科技企业研究院所和高销 被美国制裁断供上黑名单 如此可见美国的科技霸权长臂管辖行为 已经给全球的科技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 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全球的科技合作与创新 在此情况下 中国也在构建自身的科技基础设施 包括近期常被提及的东树西算工程 中国通过自身的科技创新努力 来实现对美国的反围堵 那么这其中我们还应该在科技机制的建设 人才开放创新 科技创新上面要做哪些更多的努力呢 今天我们就针对该议题来和大家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台湾网6月24日的一则报道 特别谈及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提出超过500亿美元的 半导体产业投资计划 让全世界的芯片企业都感到相当的兴奋 原因是可以从美国政府的手中拿到一笔规模很大的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去美国建造先进芯片工厂的台积电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 之前节目中特别给大家介绍过 美国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目前也在游说美国证件 希望能够把这一笔美国政府的产业补贴资金 全部搞到英特尔自己的口袋里 但是对于台积电对于三星半导体来说 我岂能让你吃毒食呢 所以怎么办 大家都一起去游说美国证件 这就是台积电花重金介入政治决策过程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 有美国媒体就指出 随着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将耗资12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一座先进芯片工厂 该公司也多了一笔政治游说的支出 去年总额高达220万美元 而今年第一季度在美国的政治游说支出则为67万美元 根据美国智库所汇总的一份资料显示 台积电2020年花费了200万美元 对美国政界进行政治游说 这是台积电从1998年以来的首次游说之初 2021年这样的一个金额呢 可以说是再增加到220万美元 而且所使用的税客从前一年的两位增加到了19位之多 放眼全球台积电在美国政治游说的开支 也是高居第六位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呢 花这么多的钱在对美国的政界进行政治攻防 政治游说也是比较少见 不仅如此 该资料还统计台积电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美国政治游说支出就高达67万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50.1万美元 那么前年同期的47.8万美元呢 都要来的高很多 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重要的设备供应商 也包括台湾的IC设计大厂联发科 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厂商 艾斯美尔等等 去年在美国政治游说金额也分别高达65万美元 及82万美元 那么如此可见呢 高科技企业纷纷向美国政界人士 其实讲白了美国的政治游说法本身就是备受质疑 它让美国的政界人士可以通过一个所谓合法的手段来收取资金 那么这是不是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叫做收钱办事呢 美国的政治游说法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 拿了别人的钱去帮别人办事 换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贪污行为 但是呢由于美国它是有相应的政治游说法律 所以既然已经公家立了法 那么保障了这样的游说行为合法 也就谈不上什么贪污不贪污了 那么这只是呢换了一个名头而已 台积电不仅通过重金进行政治游说 来介入美国的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决策过程 台积电还在努力避免地缘政治的对抗 那么于是乎台积电就开始重金聘请 地缘政治相关专业的博士生 来为台积电进行政治分析 不久之前全球半导体巨头台积电 一则招聘启示引发外界的热议 一向招收理工科人才的台积电 破天荒开出商业情报分析师的职缺 要招聘具由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人才 而且提到应征者要研究中美两国两岸关系 等等这样的研究方向 台积电首招政治学博士成为业界和政治学界的大师 话题也是相当的火爆 报名者呢看起来也很多 那么舆论分析就认为台积电此举可以说是一反常态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要因应台积电全球商业版图的布局 以及面临世界形势重大的变局时刻 因为高科技公司的全球布局与世界震惊情势息息相关 都需要这类人才来贡献所长 同时呢 这也反映出台积电被复杂地缘政治所包夹在一起的无奈和企业的困境 更需要专业的政经人才来提供分析 才能够做出精准的决策 在地缘政治分暴中生存下来 以及发展起来 台积电商业情报分析师招聘内容 锁定研究政经人才 要求应征者呢 要具备相应的地缘政治相关的博士学位本身 实际上就是让外界感受到 现在的政治 全球政治主要是美国方面 那么对科技行为的干涉 同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 那台积电呢 开出这样的职缺 而且呢 还招聘一系列的地缘政治相关专业的什么实习生涯等等 这在过去呢 都是比较少见 台积电表示 身为一家国际性公司 在全球布局需要接触全球多元人才 一直以来 台积电公司都在征求资料分析的商业人才 此次希望招募具有优异资料分析能力的 政经领域人才 协助进行市场研究 提供公司内部政经相关分析与资料 台湾知情人士分析认为 台积电近年来不断的花大钱 在美国华盛顿国会游说组织 他观察台积电开出商业情报分析师的岗位 不只是要懂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商业产业分析 更重要的是要具备美国或中国大陆的人脉资源背景 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彭锦鹏认为 台湾的大公司未曾有过正式雇佣政治学者 进行专业分析的工作 因此台积电此举的考虑与目的备受关注 当前世界震惊动荡 加上全球芯片荒 台积电在全球产业的地位攀升 近期又是不断的扩长 而全球进行布局 最怕地缘政治冲突所造成的所谓供应链的断裂问题 那么这就需要相关的政治背景人才来确保他的供应链的韧性 不至于产生政治影响科技断裂的危险 其设置台积电这样的一种岗位 也凸显出国际地缘政治影响到科技产业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是三年前就曾经提出过 那么台积电将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根据报道 台积电此前赴美国去设立一座先进的半导体工厂 就曾经延览英特尔游说大将 全球公共政策前副总裁克里夫兰担任副总经理 加强了台积电与华府之间的战略沟通 盆景盆认为台积电一年设厂研发经费上造型台币 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 很显然这不是以往半导体专业领导人和新闻公关人员 就能够去搞得定的专业领域 台积电前任的独立董事施政荣也表示 台积电这一次分析师职缺招政治博士 代表发展方向已经受到政治经济影响 那么对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台湾104资深副总 中文雄表示台积电这种做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布局 加强对国际政治情势分析 尤其是台积电已经决定在美国日本设立半导体工厂 并评估在欧洲建厂的计划 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呢 现如今这个最新的法术会上已经认为去欧洲设厂没有任何计划 那么加上现在的这个两岸以及国际芯片供应链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影响干扰和困境 那么认为台积电就有必要要掌握各种的这个震惊情势 实际上台积电开始政治游说以及开始招募政治类人才的事情都反映出当前全球科技产业界 所面临的现实环境是非常严峻的 中国台湾的科技企业尚且如此 那就更遑论美国长期针对围堵的中国科技企业了 那么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中国现如今已经开始做了哪些努力和布局 以及中国方面在人才科技制度的建设方方面面还需要做哪些这个更多的努力呢 其实中国的东树西算工程也可以算是其中布局的努力之一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6月16日刊登题为 中国的国家算理网络将如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文章认为 由于数据生成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各国现在依赖高速计算机处理能力 从科研与工程到物流管理和制造业 从业务处理和产品开发到军事硬件 算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算力强国的历程 可以追溯到2001年 当时这个中国方面就强调 研发属于自己的先进系统 北京的行动重点是利用本土资源 以及四应部门的投资来推动世界一流的研发 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计算机 国内研发投入增加等等这些因素 为中国绕过出口管制和进口限制措施 继续打造更先进的计算系统提供了支撑 今年2月份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完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国家算力枢纽总体布局设计 此举旨在解决地区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 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算力网络基础设施 基于东数细算概念 该规划提议 在科技相对欠发达的中国西部地区建立算力枢纽节点 使其与东部城市之间的数据中心 形成一体化的算力网络 当局希望 这能够帮助西部地区促进区域发展 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机遇 该规划包括建立10个国家数据中心的集群 和8个算力枢纽的节点 按照设想 这些算力枢纽将分布在不同的地区 以确保区域协同的联动 新西消费联盟理事长就指出 建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将提高算力咨询的利用效率 那么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 并加快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建立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是雄心勃勃的规划 旨在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大数据基础资源设施 希望促进区域之间发展 那么作为其主要目标 但是这个规划的潜在优势 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其他一系列科技的目标 首先这个规划有助于 它的环保建设 鉴于中国希望未来十年内减少碳排放 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 能够让中国更好的利用国内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较发达的东部省份需要大量的电力 这也导致其他地区过度依赖化石燃料 在西部地区建立算力集群 有助于更好的利用绿色能源资源 减少耗电量以及传输的损耗 其次这个规划可以为改善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 来奠定基础 除了数字处理和存储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还有助于使更多的经济部门融入数字领域 扩大许多行业的服务范围 那么最后呢 这还涉及国家安全的层面 在网络战和信息战时代 算力是降低风险的工具之一 各国正借助于先进的计算系统来创建战时模拟场景和更好的理解军事战略 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不久之前以科创与中国的经济未来为题 进行了一番演讲 郑永年教授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 我们所经历的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以及现在的信息化社会 或许还有未来的更多的这个发展的新的社会形态 这些进程背后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是在改写人类的历史 我想这个话题本身实际上可以谈很多 但不管怎样 我们看到 郑永年教授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邓小平先生特别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展 实际上都是在科技这个推动的之下 才实现今天的繁荣 今天的发展 那么如果没有科技 纵使中国的老百姓们 对吧 中国的人民勤劳 努力 奋斗 那么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 所以当年的领导人 做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如此重大的判断 那么也是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 那么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就看过去的四十多年 中国的深圳 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它从一个小渔村 从一个农业型社会 迅速变革至现如今的信息社会 高科技的社会 靠的就是科技力量的推动 最近几年不少这个学者呢都在研究 未来科技发展 社会进一步 产业升级 包括呢 这个更多的科技创新 究竟会把整个社会的发展 推动到一个何等的境界 那么我们前面说到了中国的东树细算 对不对 那中国的东部地区 经济相对发达 那么未来所有的这个科技的计算 大数据中心 数据节点地区 放在西部 除了前面说的这么多的好处之外呢 那么科技的力量 也可以为西部的很多朋友 能够带来发展的机遇 我想这一点呢 也是极其重要 那么最近几年呢 也有不少的中国学者 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衰退 他的新衰规律时 提出了所谓东升西降的概念 而郑永年教授提出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 资本主义衰亡论 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被提出 从马克思的年代到现在 一百多年时间 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危机 我们也看到包括 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以及0708年的美国 所爆发的从华尔街开始 那么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 带来的地区及全球金融破坏 经济破坏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子 但是现如今呢 我们也必须看到 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 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有其带来危机的成分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它能够带来一些发展的成分 就发展的成分而言 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到 科技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此分析呢 实际上就想引出 科技在一个社会当中 不管你是何样的这个制度 那么它都能够为一个社会的发展 带来很大的好处 光就美国的历史来看 从美国内战到一战二战 期间还经历了经济大萧条 之后还发生了越南战争 美苏冷战以及多次金融危机 美国的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挫败 但是美国的科技发展却从未停止进步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实 众所周知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因为美国政府的抗疫不力 受新冠疫情感染死亡的美国人 迄今已经超过一百万人 包括美国很多学者在内的这个人士呢 那么实际上都在骂美国政府的不作为 抗疫不力的确暴露了美国体制性的种种弊端 但是美国在科技层面实际上还在不断的进步 我想表达的是 现如今我们看到美国他有其不好的一面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美国现如今已经率败不堪 所有方面都已经远远落后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认知呢 恐怕就不能够去客观的认知到你的对手 我们说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无论在现在还是在过去 对吧 你要和你的对方阵营作战 你首先要知道对方的兵力有多少 对方的武器是什么对不对 别人手里面拿着长矛 你不可以说别人手里面拿的是大刀 那么否则你在战场上作战的时候 如果武器系统都没有搞清楚 如果对方有多少人都不知道 那么这样子打仗呢 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美国在社会治理层面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所谓无家可归者 沦落街头 美国的整个这个维资本论 有钱的在美国过得很爽 没钱的呢在美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的这个不好 那么也包括美国新冠疫情的管理等等 这是美国他目前这个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包括他的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通货膨胀等等 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很多 但是美国的科技进步 科技的发展到现在为止 美国民间企业 美国的这个大学教育基础科研 这一方面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也是成为依旧能够推动美国在向前面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为什么说这个在西方社会 尤其像美国这样撕裂的社会之中 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到美国去发展呢 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值得思考 这背后的因素当然有很多 那么我们也看到 曾永年教授认为 美国拥有很多个所谓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谓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他成功的例子呢很多 包括像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还有呢 我们这个亚洲 日本 东京湾区 这些经济平台的共同特点就是 不管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多么大的危机 不管社会如何动荡 实际上都不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全世界最优质的资本 最好的技术 最高端的人才 仍然会拥进这些弯曲 这些发展的区块 进而以后呢 很多呢 也跑不掉 也不想再跑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资本技术 也先是从西方扩散而来 到今天转向一个科技原创 但是最核心的技术和最高端的人才 很多还是留在西方国家 这也是一个现实 硅谷这几十年来吸纳了不少国际人才 外国人口在硅谷就占了60% 如果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说 对吧 这个硅谷还是我美国人的硅谷吗 要60%都是外国人 但是从美国的科技创新发展来说 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可能会说 我们为硅谷感到骄傲 全世界优秀的人才都到硅谷来发展 其中有60%都是外国人 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 当然必须加个之一了 对吧 我们所有的事情不能抬杠 那你可能会抬杠说 凭什么你说 这60%都是最优秀的 那么即便是在非洲 即便是在中国 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难道中国优秀的人才 都不如硅谷的人才吗 我们避免抬杠 反正就是说 至少很多的优秀的人 在美国发展 这一点是要看得见的一个现实 美国东西岸两个湾区的外国人占了40% 那么如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美国这两个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它的高速发展 美国硅谷地区的科技集中度 那外国人占比如此之高 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想这是一个心态 一个社会结构 一个发展思路的问题 即使日本在移民社会里属于比较保守的 日本东京湾区的外国人占比实际上也是非常之高 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打造一批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而打造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科技创新 同时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之中 美国在对俄罗斯大力制裁的同时 也在为俄罗斯的科学家大开大门 那么让俄罗斯的科学家到美国去 那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俄罗斯的科学家 去美国发展 为美国的发展做贡献 人才其实就是这样流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想象力 会选择一个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 这跟西方所说的民主自由也没什么多大关系 那么中国要打造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经济平台 这几年美国打压中国 尤其是理工科 那么很多理工科学生被限制去美国留学 但是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统计 在2021年的5月至8月间 美国依旧向中国的学生签发8.5万张的签证 这也表明在中美关系不好的情况下 仍然有很多人到美国留学 而很多的学生都是中国大陆非常优秀的大学的毕业生 或者是非常优秀的高中生 而且很多的学生希望到美国最顶级的大学中去学习 美国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发了很多的签证 其实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一个现实是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前面提到美国为俄罗斯科学家所发的签证 为中国优秀的年轻的学子提供的签证 包括当年美国和德国二战期间打的是你死我活 双方是敌对的 但是当这个美国进军德国的柏林的过程当中之后 那么从德国是延览了非常多的德国优秀的工程师科学家到美国去 为美国的发展来贡献力量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也说明人才就是生产力 如今中国不缺资本 实际上真的是 只要你有好的创意 好的科技 中国现在真是不缺钱 缺的就是人才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着人才在走 从经验上来看 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 如果资本来了 人才不进来 那么这个资本本来就是过来套利赚钱的 如果技术来了 人才不来 那么也只是技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 尤其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它的前30年当中 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进入到中国的 包括像珠三角 长三角 等主要的开发地区 利用的就是中国的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来赚钱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人才引进都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郑永年教授认为 技术扩散是全球化贸易发展的自然结果 他特别举例 深圳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 和东方硅谷靠的就是科创 科创是讲究实施求是的 而不是科幻小说 所以要认识到大部分的技术还是应用技术 美国人说中国偷美国的技术 实际上这是胡扯 是污蔑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美国的高端技术 还是自己保存着 美国政府不让美国的高端技术跑到中国 只让中低端技术到中国来干嘛呀 赚钱 他们在珠三角 在长三角地区赚了很多钱 又把这些钱拿回到美国去提升 美国的研发能力提升美国的技术 如果美国用偷这个概念来说的话 那么美国是不是本身也在偷这个人家的这个人才偷人家的技术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他们的语境中找不到一个词是以这个国家开头的比起英国德国这些后发国家 所以德国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国民经济系统 英国没有国民经济系统这个概念 因为英国的工业化最先进行 依靠市场主体就行 而德国是后发展中国家 所以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 从东亚角度来看呢 更是这样 日本发展早期的时候 也是依靠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技术扩散 而韩国又是依靠日本的技术扩散 技术扩散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曾扩散到欧洲 当时这个中国人呢 没有所谓知识产权的概念 没有一个政府或政党 可以阻挡资本跟技术的扩散 所以美国人说中国偷 这是肯定是一个荒谬的概念 但是中国我们呢也要意识到 过去我们的制造业主要还是组装 80年代我们说日本制造 美国制造和德国制造 那个时候大家生产的大多是呢 这个所有的产品整个产品 但是80年代以后 尤其是90年代以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生产一个整装产品 都是组装的 都是零配件 遍布全世界 中国的制造业大多是组装产品 其零部件 大多从日本 亚洲四小龙 东南亚地区国家生产 以后呢进口 当然中国自己呢 也生产很多的零配件 那么中国的组装企业呢 把完成最后的产品 最后出口 或者是呢 在中国大陆呢 就进行销售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产品 包括像华为 就成为中国最好的高科技企业之一 但是如果你要去问任正非先生 早期的华为产品 其实相当大的部分呢 也是得益于技术扩散 后来依靠人才 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 来掌握核心技术 所以 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定是原创 依靠人才的原创 那么这就是中国 未来发展的大国重计 郑永年教授认为 我们已经在压力之下 进入了科创时代 从技术应用到原创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创时代 首先是刚刚强调过的 中国内部发展的需要 此外 中国要应对 三大外部环境的因素的变化 第一是美国搞世界两极化 分所谓的民主专制阵营 从美国特朗普时期开始 美国在科技领域 对中国进行卡脖子 拜登上台以后 也并没有改善 中美的贸易竞争思路 特朗普还是一个共和党人 他打贸易战时 倒没有提出要脱钩 他试图用非理性的方式 达到理性的结果 也就是说既要贸易平衡 那么 同时又希望美国在这过程中 来维护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当然也包括特朗普本人 及其政党的利益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 进行的是有计划的系统性脱钩 尽管现如今 我们不想把中美关系 定义为竞争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关系 但是美国人 卡我们的科技脖子 跟我们进行系统性的脱钩 我们就必须 直接面对这场竞争 拜登简单的 从意识形态出发 把中美关系 界定为所谓的 美国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 这样的一种对垒 那么第二个就是所谓俄战争 中国与俄罗斯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盟友 但是西方叙述 却把中国俄罗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 这还是从意识形态出发 搞这个所谓想搞世界两极化 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级 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级 这对中国来说实际上也是并不利 中国希望能够维持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个因素是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是产业链 供应链进入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无论从内部发展还是外部条件来看 我们已经在压力之下 进入了一个科创时代 郑永年教授认为 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有压力才会有进步 近年来我们开始强调举国体制 过去美国没有给我们压力时 我们对科创的投入实际上还不够 那么现在呢 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都在大量的投入科创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要从历史的经验中 来吸取教训 科创不是以前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创造 而是在开放的状态下进行科创 西方的技术仍会继续扩散到中国来 我们还要打开大门吸纳和接收 现在和中国搞脱钩 只是美国行政当局的鹰派 冷战派 并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想和中国脱钩 华尔街肯定是不想和中国脱钩 有的时候向中国施压 是为了让中国的大门更为开放 为了赚更多的钱 我们不要把美国也看成铁板一块 美国是由很多的利益集团组成的 因此我们外交上还是要有点技术性 不要让上美国人的当 不要把整个美国看成是我们的敌人 只有冷战派鹰派和对华强硬派 才是中国的敌人 我们要有针对性的看待 我们就要看待美国内部力量 找到合作的方向 那么美国用了很多方法来分化中国的社会 我们也要很多方法去分化美国不同利益者的对华关系 那么科创的关键是什么呢 实际上还是两个字就是开放 技术的本质就是开放 真像科学的本质是开放一样 如果技术不开放 即使本身很先进 最终也会落后 英国思想家培根就说 中国的三大发明 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改变了整个世界 是西方近代史的起源 指南针加火药造就了英国的海军 那么但是中国明朝以后就开始封闭了 火药是中国人先发明的 可惜我们没有产生火药学 我们只是火药应用 但是火药到了欧洲之后 就成了火药学 就成了一门科学 如果没有火药 欧洲国家之间统一就有麻烦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承认 是火药把各个分建城邦给轰掉了 恩格斯说更加的明确 那就是假如没有火药 欧洲还是分建社会 火药是中国创造的 而我们只是利用火药放鞭炮 英国人却用火药 轰开了我们的大门 有美国学者指出 大航海时期 明朝正和的舰队 比起西班牙葡萄牙的 这个小船来说 相当于 这个现如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但是我们后来没有将海上贸易 和海上军事发展起来 明朝时期的东亚海盗 都比西方的要来的强大 曾经东南沿海地区强悍的倭寇 实际上很多都是福建浙江的海商 不是日本人 当西方将我们的发明变成了学问和科学时 我们还在用指南针看分水 用火药放鞭炮 你说如此这般 怎能不落后呢 结论就是 如果中国不开放 即使原来是先进的 最终也会变得落后 前苏联的教训也要吸取 举国体制之下 苏联集中了所有的科学家和财力 发展工业 早期成就非常辉煌 但因为长期的不开放 科创就失去了动力 科创来自于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文化的交流 美国硅谷60%的人口是外国人 今天美国IT产业中的很多的 这个主导者 其实并非美国人 大多数是来自东欧印度等国家 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逻辑的碰撞 会产生我们所说的化学反应 而同样的思路碰撞 最多这个只是一次物理反应 所以开放是一个关键 当苏联的思想穷尽 技术就落后 那么他们至今 也没有把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连国内的民生问题 实际上也是面临很多的困难 尤其是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俄罗斯打的可以说 让人感到出乎意料 不开放就意味着没有市场 而科创需要市场作为土壤 比如新加坡大力投资科创之后 需要把钱赚回来 这就是需要市场 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地方 必须拓展海外市场 而苏联当时的市场最多 也就是华约那几个小国家 同样看美国的科创 其市场是全球市场 所以关起门来搞科创是绝对错误的 同时要以开放的心态 引进全球的技术人才 目前我们的人才观念还是落后 有用的人才就是人才 不要以学位来定义人才 以学位来定义人才 这是中国传统定义 所谓市农工商的做法 一些富裕地区用高成本请来 很多的院士 希望把院士转化成生产力 这可以理解院士在成为院士之前 是非常有贡献的 但是有些呢 成为院士之后 反而贡献还没有成为院士之前多 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要看到的是不仅仅是院士是人才 那么很多不是院士的人才 他也是人才 那么院士之外也有很多大量的人才 美国的科创很多呢 也不是美国的院士这个级别的人才发展起来的 那么而是那些当初完全够不上院士资格的年轻人 对吧 创造了成果 当然依靠这些成果呢 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地位学术的尊重 比如说院士的头衔等等 那么大学需要改革 如果我们能够将乌克兰 俄罗斯等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才引进来 那么中国的科教水平就一定能够得到提高 现在东欧乌克兰 俄罗斯的经济环境的相对差一些 美国也在吸引他们的科技人才 为什么中国不去努力 把这一批科技人才来吸引到中国这边来发展呢 以新加坡为例 新加坡从前只有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所大学 那么第二所就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非常有名 第三所是侧中这个商业的管理大学 后来又成立了一所MIT和浙江大学合办的科技设计大学 SUTD 大部分理工学院都在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 从前德国和日本是如此 那么这是我们现如今中国的大学呢 需要去学习的总归而言呢 中国的发展需要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科技需要延览全球的人才 需要有科技创新的土壤 需要有制度 需要能够成为把中国打造成世界人才发展的舞台 因此我们要保持开放竞争 那么吸引人才的能力 这一点呢 我想是我们这个未来长期发展 长期领先长期进步的一个根本之道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